剛才介紹的是用畫圖法去知道它會成什麼項 還有,把該背的背起來 背 放在焦點外是導力十項 放在焦點內是正立虛項 背,兩背焦距外是縮小項 兩背焦距內是放大項 把它背起來 把它背起來,然後就看它放在哪裏面 然後把它背到做連擊啊,什麼之類就知道成什麼項 焦點外導力十項,焦點內正立虛項 兩背焦距外是縮小項,兩背焦距內是放大項 然後看考試題目,兩個說法做連擊 你就知道它會成什麼項 就方法就把它實時的給我背獎 然後它就實時的給我背獎 就是一個方法,背它,背這句話 背這句話是一個方法 背這句話是一個方法 然後呢,另外有一個 特殊點是這個點 這個點過去很愛考 但是現在比較不愛考 過去課本有特別要你做這個實驗 可是現在沒有了 就是如果剛好放在兩背焦距上 它會在另外一邊的兩背焦距的地方 成為一個導力相等十項 所以課放在兩背焦距,項也會在兩背焦距 成的項叫做導力相等十項 這是一個特殊點 過去很愛考 現在就沒有那麼愛考 但是希望你還是記住 課在兩背焦距,項在兩背焦距 成什麼項? 成導力相等十項 成導力相等十項 這是一個特殊點,請你背下來 好,方法一背這個 方法一背這個,把它背起來就好 那這是突透鏡的成像 還有一個凹透鏡的成像 凹透鏡的成像 凹透鏡比較簡單,應該只有一種像 只有一種 不管放哪裡都只有一種 好,不只有一種 就是,那我跟你講就是 正力縮小的虛項 那我要跟你說 那這裡就是靠近焦點相會越大 遠離焦點相會越小 意思就是說 什麼地方的相會越大? 膠領的相最大 不管你是從左邊靠近焦點 還是從右邊靠近焦點 只要你越近近焦點 相就會越大 你越遠離焦點相就會越小 這是另外一個範圍提到的事情 好,方法一背這個 背這個 把這個背起來,你就背了 好 那講過凹透鏡只有一種嗎? 凹透鏡很好背 就是正力縮小的距像 而且是在同一側 就是比物體跟物理同一邊 但更靠近焦點的地方 對不起 更靠近鏡子的地方 會成為一個正力縮小虛項 可以縮小虛項 好,所以凹透鏡就只有這種項 不管放在哪裡都是這種項 叫做正力縮小虛項 背起來就好了 背起來就可以了 你不會畫也沒有關係 你不會畫也沒有關係 我的講義70A有告訴你 凹透鏡怎麼畫圖 方法跟剛才的脫鏡類似 用脫鏡類似 你不會畫也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這而已 背起來就好了 好,方法二就是背這個 背完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不怕你把揪刨湯的話 可以背這個 就背這個 把這個表格背起來 把這個表格背起來 這個是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要出現的表格 這是我們做實驗的實驗紀錄 要出現的表格 能不能再指凭成像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實相 實相光線匯去嘛 所以要能再指凭成像 不能什麼像 就是虛像 然後正力導力沒有問題 放到正力導力沒有問題 焦點內不成像是什麼意思 就是焦點那個像大 大到無限大 一個細胞都放到跟體獸一樣大 所以叫做不成像 而不成像 這是第三種方法 把這個開的表格給我 背起來 你就會了 第三種方法 背表格 背這個表格 背完 OK嗎 好 第四個方法 我現在教你的方法 先記住一件事 這個 霧在無限遠 向在焦點 霧在兩倍焦距 向在兩倍焦距 霧在焦點 向在無限遠 也就是說 你從透近的左邊 一直往焦點靠的時候 向會在右邊一直怎樣 遠離 然後你當你放到焦點 他就會退到無限遠 那你在靠近呢 因為已經無限遠 退了無可就翻過來 從你跟你同那邊的無限遠 向你靠近 從向你靠近 有意思嗎 霧在無限遠 向在焦點 霧在兩倍焦距 向在兩倍焦距 霧在焦點 向在無限遠 然後我教你的 記住成像的方法 這個方法 發一條線 切F跟2F F這邊 左邊 也縮小 右邊寫放大 F的這邊 左邊寫 導入西向 右邊寫正義西向 然後 多記一件事情 譯測見大 我從左手邊往後近靠的時候 譯測就是 像跟霧在鏡子的兩邊 叫譯測 見大就是 焦點最大 所以越近焦點上就 越大 右邊叫做同側見小 叫做 像跟霧在同一邊 像跟霧在同一邊 然後因為你離開焦點就會怎樣 見小 OK 那這個怎麼用 就看人家怎麼要求 人家說 我現在考的是兩倍焦距外 兩倍焦距外 往下看叫做縮小 往上看叫做導力十項 所以兩倍焦距外叫做縮小導力十項 題目考 焦點跟兩倍焦距間 往下看叫做放大 往上看叫做導力十項 所以焦點跟兩倍焦距間叫做放大導力十項 題目考 題目考焦點內 往下看叫放大 往上看叫正力虛項 所以焦點內成什麼項 放大 正力虛項 正好放在兩倍焦距上呢 往上看叫做導力十項 往下看叫做既不縮小也不放大 是什麼 相等 所以兩倍焦距叫做相等導力十項 放在焦點內呢 往下看叫放大 往上看叫做既不正立又不倒立 既不實相也不需要什麼玩意兒 不成相 焦點不成相 OK 所以用這個方法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 東西放在什麼位置會成什麼相 這是我教你的第四個方法 這是我個人喜歡的方法 我現在這樣教你的 不管你有哪個方法 我從頭到尾講了四個方法對不對 畫圖 背這個背那個 還有這個方法 你挑一個你概意的你喜歡的你給我記好 有考試考底 東西放在這邊成什麼相 你要會回答就對了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很好